但是說今天是不是真的要準備限空令 所以空軍酷酷 很多卷資比高的個股 還有包括借卷很高的個股 現在壓力是不是來了 會不會有空單要回補的壓力 等等的問題 我們看看今天卷資比高的個股 有些震盪最近拉回了 不管像金橋 振華店 陽明光 另外也看到個股的部分 下一頁有中砂 敦泰 這些個股是持平表現 但是卷資比高的那些什麼位數 梗鼎 今天又反彈了 甚至包括宏達電 還有包括建達 今天也做反彈走高 昨天跌得比較重 今天卻反彈走深 這怎麼看呢 好 立刻請顧總上來告訴大家 特別講到這件事情 到底限空令 如果真的要出來的話 對借卷的 對高卷資比的個股來講 影響是什麼 我想在這個地方 高卷資比的股票 基本上都是大戶本身 他就持有對手的一個動作 就是說將來他自己養空 最後會殺多 賣現貨 然後把股票灌下來之後 其這個所謂卷 榮卷的部分 再進行獲利回補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從過去的業內的做法 都是如此 所以所謂高卷資比的股票 一旦到了所謂的卷資比 到了一個高檔 他現卷的時候 其實對股價的下殺會有一定的影響 一定會有影響 如果如果限空令真的出現的話 對他們來講就是有壓力 是 他會賣現貨 讓這個榮卷的部分 持續的擴大獲利 但如果到了位階低的地方 就不一樣了 好 那我們先說 因為有很多都是最近很標的 這個卷資比高的個股 所以現在看起來位階其實都高 包括像什麼建達 宏達店 但宏達店 今天真的公告了七月營收了 果然呢 沒有業績了 月減年減幅度都不小 月減百分之三十八 年減百分之十八 但股價衝高之後 這兩天有一點拉回 尤其是昨天 但今天又漲了 這怎麼看呢 我給大家一個觀念 你要去做這些做夢的股票 當他公佈財報 是月報跟半年報 在接近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夢先休息一下 因為他會因為財報的關係 而做拉回 那以我們剛才來講 卷資比 我們先看那張資料 你可以看到在資料裡面 他顯示 我們先從敦泰開始講 敦泰本身他的資卷比 已經到了七七點四九 好高 但他位階真的很低 這個時候你真的放空 要適度的做回補的動作 股價相對低 你要做所謂陸續回補 因為K字已經到七點五四 凱命你知道我們連線 以前那麼多年 到其實很少看到 所以這要收手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空也空不下去太多了 其實空間不是太多了 就適時的就陸續回補吧 但是建達跟宏達店 比較不一樣 建達你可以看 他頭肩底逐步成形 逢壓要站在賣方 而宏達店本身 他因為財報不佳 會轉落 年限具現先回補 來我們來看一下 宏達店的K線 你可以看到這種股票 他從過去的慣性 他一直是在走一個 什麼樣的格局 這個軌道向上 上升軌道 他已經跌破了 那跌破的時候 你看過去在高檔的時候 他是都留什麼東西 上限 對 其實你應該知道說 有人一直在跑過了 那這種股票呢 當他開始往回拉的時候 我覺得碰到這種壓力區 你都短線上 先去站在賣方 你先避開財報公布的 這個所謂不好的期 不好的週期 你避開 等到將來回到這個地方 你觀察一下 如果這地方可以做有效的 三天之內不破地 或是再轉強 那時候KD如果從二十以下 向上黃金交叉 或MAC鎮 柱狀底右轉鎮 我覺得這個時候 你再做一個站在多方 會比較好 季線啦 很低的季線 季線現在是在五十三塊 但他是在六十二塊 但最近跌破月線之後 趨勢就有點下彎了 他已經開始做下彎了 如果在限空令 真的會上彈 甚至出手的時候 對這些卷子比高的個股 就還是有壓力 好 另外就是借卷了 現在市場上有很多個股 一直被借卷 而且借卷很高很高 而且是龍頭股 聯電 這是最主要的這個借卷 非常高的個股 但今天股價很強 或是最近很強 怎麼看呢 這種如果真的限空令出手的話 借卷高的也有問題嗎 好 借卷高的東西 我們回到我們這張字卡 借卷高的東西會牽著到兩個東西 一個叫未接 一個叫獲利 為什麼我講這兩件事情呢 如果你今天借卷高的股票 當他的股價已經回到 未接股底的地方 再加上他的獲利是很好 股價位於股底的 請放空的人 借卷人你要收手 因為這個股票一定會往上走 我剛才一開始就提及到說 其實在第二波的走勢當中 特別是獲利很好的 未接低的 像什麼台積電 像長榮 像聯電 眾多屬於這類型 他也成為0050的權重 所以他往往會回補的標的 所以你看國泰金本身來講 他在這個地方逢低回補 陸續翻多應該操作 我待會從K線跟各位講 長榮來講 他是一個大底的完成 翻多挑戰季線 然後聯電來講 他是本益比偏低 可以沿著五日線偏多操作 那我們就從國泰金的K線來看 各位可以看一下 為什麼今年的金融股這麼悲慘 他真的是跟防疫險有關 躺平 你看 但是你可以看到 看這個圖 有點感覺好像看到長榮的感覺 他就是這樣慢慢慢慢 你看怎麼利空 他都是底部越墊越高了 那我覺得這類型的股票比較適合 因為他畢竟不管是他從資產的未來重估 或是每年的獲利來講 除了這次防疫險 他真的賠不少之外 可是這個利空也讓他股價怎麼樣 有沒有事先的反應了 已經反應殆盡了 所以我認為這些股票 如果借券多的人 再加上這個地方政府的護盤 以及未來所謂的融券 他借券回補的力道 我覺得越早回補的人 或是你有比較大的金額資金的人 你想著亮的 我去做一些長線投資者 我覺得這邊可以拿百分之十到十五 你可以再逢低做切入 這屬於比較長線 當然最希望是在那種防疫險 賠到最高峰的時候 你去做低檔的布局 好 另外就是聯電 聯電應該是這個借券最高的 是 這怎麼看聯電現代的股價表現呢 好 如果我們今天說聯電 他是一個借券最高的股票 各位請注意 在這一波股市的破底當中 其實聯電是底部是越墊越高了 而且從技術面來講 他都出現很明確的訊號 就是開始轉折晚上 這種大型的股票 一旦啟動的時候 他是一個波段走多的 謝謝顧總 剛剛這樣講 就把這個高卷之筆 還有包括高借卷的個股 拿來檢視 如果現空令真的出手 或上唐的情況之下 這個空軍的部分 就比較逃不到便宜 這怎麼看呢 不過也講到長榮 其實也是其中高借卷的個股 不過長榮的獲利真的很好 剛剛看到最新的公告 第二季的獲利 居然是繼續創新高 應該符合預期吧 創高大家都知道 但上半年EPS就賺了38.49元 這麼多了 股價的價格跟現在 他的一個上半年的半年報的價錢表現 就是獲利表現來看 是不是還有空間可以留意 尤其是最近七月以來 我們看到國際行商的漲幅 賀伯羅德大漲了百分之四十五 從七月的漲幅以來 馬斯基也漲了三成以上 日本的商船三井 日本郵船也都大漲 但是我們的長榮漲幅只有百分之十七 萬海十二 那陽明更少 不到百分之十 是不是有機會 在航運股的部分 再來一個揚帆出航 好 另外呢 則講到現在真的是亂世悬股 又有很多政治因素的干擾 紛擾不斷 要不是有國安基金 要不是呢 有這個什麼一大堆的限空令 這些消息 台股今天能漲三百點嗎 但也難講 下禮拜會不會又有什麼風吹草痛 又有修正壓力 獨家教學 今天用這個動量指標 教你怎麼挑股 而且呢 教你進出點 好 立刻請鐘哥上來告訴大家 今天為什麼要教我們動量指標 是什麼 對 那其實他聽起來很像那個ATM ATM就是領錢嘛 所以如果這個學得好的話 所有有K棒的商品 都可以按照這個方式去找 去找到他的多空 可以市場領錢 不敢說每次都會領錢 但至少你不會做錯邊 一定會對邊 那其實動量指標 他英文叫做momentum 那個字就是動量 動量 他看起來很複雜 因為一般人大家不太喜歡用這種指標 他們喜歡用例如說KD指標 這些我們常常都聽到都會了 所以我才請你來教大家新的 對 這個是比較新的 那其實你的軟體裡面應該都會有 那我們來看他是什麼 他主要的用意是什麼 他可以衡量價格變化的速度 變化的速度 這就很重要了 就是他現在是要大漲大跌 還是緩漲緩跌 或是一個盤整 可以用這個看得出來 對 可以看得出來 變化速度跟趨勢的強度 例如說這一波股票比較強的 你用這個指標其實也可以看得出來 那他的公式也很簡單 他怎麼算出來的呢 他就是把當天的收盤價 今天的收盤價去減掉 假設你的參數是設十的話 就減掉十天前的收盤價 就這樣 就出來了 就這麼簡單 這就是動量指標 動量指標 我就可以知道 價格變化的速度 到底是轉強還是轉弱 然後還可以看到趨勢 是 因為假設你今天收盤是一百塊好了 例如說你十天前只有九十塊 那今天的那個MPN 就會變成這兩個相減嘛 是不是等於十塊錢 所以那個指標就會往上撬 撬到這個 這是零軸 以零軸當多空 那這邊就會跑到十這邊 你就會看出他比十天前 是多了十塊錢 就是強啊 就是強 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還可以跟均值來做搭配 那均值因為比較複雜 我們今天就不先講 我們只講這個就好了 動量指標 所以我們就以零軸當作多空 那除了股票之外 所有的市場都可以 包括美元 黃金 農產品全部都可以 待會我們有時間 我們可以秀給大家看一下 或是剛才我們從九點到現在 講的所有的股票 可能有幾十檔 你都可以把它放出來 例如說像聯電長龍等等 都可以去看 那這個重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背離 有時候會出現背離 什麼叫背離呢 就是當你的這個價格破低了 但是你的動量指標 他是往上的 我們有講過這個概念 你就可以用指標的方向為準 例如說像這個智邦 他在二零二一年的十月六號 就出現一次 這待會兒我們可以去教大家來看一下 那我講一個重點就是 因為這個指標 他是單純用價格算出來的 我們沒有管基本面 也沒有管什麼財報等等 所以他比較敏感 那敏感的話你就要去搭配 其他的技術指標 我們在以前的節目上講過指標的共振 共振就是兩個同方向 例如說你凱明你看多 我也看多 叫共振 大家一起看多 大家一起看多 就會往上走的機率就高一些 如果你看空我看多 可能就是一個盤整 對所以我們會加上一條線 均線 均線 那通常是十天均線 因為我們的MPM 我們的預設值就是十 所以我們會搭上十天均線 當作輔助 如果兩個都成立的話 這個多方可能會走得比較穩健一點 最近呢就在講已經不是五日線了 最近都看十日線 當作現在的強股指標 十日線有手就是一隻牆上去 對反而跌破五線沒關係 十日線手就是向上 好那怎麼分辨 如何使用這個動量指標 對那他有一個做多時機 一個做空時機 那通常百分之八十的客戶 都是買進的啦 都是做多的 都想做多嗎 對因為現在有進空令 如果你放空還是很方便的話 你還可以試試看放空 那多空是完全是兩個相反 第一個就是當這個MPM 由負轉正 這個是最好的做多的點 那我們剛才說 以零軸當作多空 如果你看到有一個這個MPM 他是這樣在下方晃晃晃 突然飆上去 突然有一天 飆上去的第一天 他就是最好的買點 所以這個是一個由負轉正 那除了這個是第一個條件之外 第二個是股價要站上十天的均線 這是最好的 那如果沒有也沒關係 但是你進場的這個資金 可能稍微就少一些 例如說五成或是五成以下 那進場之後怎麼出 你就要去看喔 最近十天MPM的低點 那個時候的價格 你就要去看守住的話 原則上都還是偏多的 那如果你買了之後 他馬上就跌破 當時你就先去找MPM的低點 他的價位 我們來看直接看K棒好 因為這樣講好像比較抽象 例如說我們看那個聯電就好了 用聯電來當指標 對我們看聯電的那個MPM 那我們說藍色這一條就是MPM 他現在是負的喔 對他現在是負的 他在負數喔 在零軸以下喔 零軸是這一條這個紅色的線 對不對 那現在他是不是快要靠近了 對 原則上他是快要偏多的一個股票 如果下禮拜再上去 就是剛剛轉正的 剛剛轉正 那就是最好的時間點 那我們說最近十天 你就往前看 這邊是不是最低點 對 對上去看 所以這個低點就是 如果你下週他轉正之後 你買進的時候 你就要去守他的這一根的 這個低點的位置 就不能再跌破 跌破的話 可能就要先停損出場 好所以這樣看的話 就清楚知道說 那這樣的一個選法 如果轉強我們可以追 但是如果一拉回又跌破 那就是趕快停損出場 停損出場 這是剛剛從這個動用 這個動量指標NPM 來做選進場的時機 待會回到現在我們就要實力教學了 今天把一些這個 站上十日線的強勢股 拿出來看 也告訴大家 這些都是最近台股在牆當中 或是抗跌裡頭表現搶眼的 早上你可以看到巨翔光盛 宇治巨陽前頂 這都是最近力手十日線的強勢股 藥華藥省準 長榮聯電 甚至聯發科也算 還有包括什麼建達 原泰企機 陽明開發金都是 帶回來就檢視相關的個股 告訴大家怎麼運用這個動量指標 馬上回來